因为是有这个嘉辉的贤妻 太太在旁边这个监视 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下这个观寡孤独的问题 这是诅咒是吧 嘉辉为什么太太在这就老爱说形容自己是独居老人呢 这什么概念 没有因为我那个以前也说的 有好长一段时间 我家是长行的嘛 一大门一进去 一个客厅 饭厅 左边一个房间 右边两个房间 那我女儿在右边一个房间 我太太一个房间 我是在左边的房间 他是白宫的那个东义西义 对 我们就分了 然后呢 我特别在我赶着我的小说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像人家打拳的 打拳的要干什么 像雷台以前 三个月不进旅师 对不对 谁少说不容易啊 那我也是要分房税 不光是打拳 他也是个标本 这个他说了一种普遍性 其实有调查表明 大部分的就是婚姻家庭啊 也有这个就独住自己一个担间的这种愿望和需要 就是比如说夫妻我也希望如果有条件 我也希望自己有一间 配偶 有一间 就是说 这个你看 咱又开始被人类操心了啊 这个人类的居住模式 当然从最早动物式的群居 然后就变成家族 宗族 然后呢 现在比如二人之家 这个有夫妻家庭 原来还是四代同堂 三代同堂 两代同堂 现在两口之家 丁克家庭 然后到现在 其实这个美国好像已经有相当大的比例 以至于像北欧咱都知道 这个挪威瑞典这些这些已经一半以上是独居了 就是就是独居 就是就是一个人过 那么一直像嘉辉这种情况 夫妻生活也希望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空间 闻到你觉得这反映了人类进化的什么趋势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反过来讲 其实现在有很多独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独居啊 现在因为同时还很流行co-living啊 就共居啊 你有没有听过共居 共居是一种 理论上讲他们也是独居 但是他又不算独居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那种公寓啊 跟传统公寓不同 比如传统我们住的这种公寓 就是你回家开个钥匙 里面就是自己的家了 然后一栋大楼住了好几个家庭 是吧 可是现在有一种年轻人爱住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进去是个大客厅 有共同的厨房 有共同的餐厅 甚至有个桌球室什么 这些都是大家共享的 每个人都还有自己的房间 自己的卧室 自己干嘛干嘛 但是平常呢 他们很喜欢呢 就是在这个客厅或者是厨房 大家一块做饭 那你说这些人他叫做独居吗 他好像是独居 但他又不是传统严格意义的独居 这种生活现在开始流行 文道讲的我就有照片为证 现在挺流行的 青年人当中啊 有一个青年公寓 好像是广州在哪儿 你看到没有 这个照片就是青年公寓的公共部分 他本来呢都是个人都租这个房子 有人现在专门建这种青年公寓 就是一楼他这个大堂 大家公共厨房 公共的看书看报 或者一些健身室 但是平常个人住在个人的房间里 他其实是一种 你要想社交 你就下一楼 一定会认识到朋友 那跟大学生的宿舍 很像 没有差别吧 你大学宿舍条件这么好啊 我们那边是这样的 这种他就等于是 你像这个一楼的这种环境 他就已经让他们有了一种 共同体的感觉 甚至有的担家 他搬走了 搬走了因为已经交成朋友了 经常回来 大家还在这儿聚会 但是年轻人这么一种 你叫独居 也是一种独居 我一个90后的女的朋友跟我说 她最理想的恋爱状态叫做 男朋友住隔壁 就是不要住在一起 不要太近 就是我可以各回各的家 但我去你那里的时候 又不用太远 就是我穿着睡衣搓鞋 就可以出来 但是不要在一起 大家好像现在就是 我觉得每个人越来越多那种 你可以是孤岛 也可以是连成一片 大家对那种 自我空间的要求很多 而且他们在一起 反正也都很像独居 我看现在年轻人 就起码 我觉得我看到他们这个状态 我就觉得我老了 我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 包括情侣 坐在一起喝下午茶 喝杯咖啡 或者怎么样 也都是各自在上 对不对 也都是各自拿手机 你们这个叫在一块吗 你们其实还是各干各的事吗 对 现在的人好像就是他一个单点 其实已经能够跟外面所有的人都联系在一起 不太需要其他人 我这个 我记得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 我学的第一句广东话叫什么 你知道吗 叫 请到鬼民锤 请到柜台取 我就放脑袋里下去 请到天呀 还叫来 不是 不是 就为什么是呢 就是我来香港我才知道 那时候我一个人刚刚过来嘛 就是你去美心去大家乐吃饭 快餐店 可以点一个人的那个份嘛 又有汤 又有饭 又有菜 然后会叫那个号 那个号码嘛 你就可以请到柜面取多少多少号 然后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大概是十年前来的 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这种 就是一个人可以吃一餐 是到了香港才发现 因为这个城市 它这个城市化 所以它可以越来越多满足 你一个人的这个要求 然后公寓也很小 然后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是用一人份来算 后来我现在就发现 你去东京 东京这个更厉害 是不是 你随时几点钟 你上街24小时 所有你一个人 单人需要的东西 全部可以满到你 你这个里边引起过一个问题 就是照你这个意思 当然现在有社会学家讲 很多条件 比方说妇女地位上升 然后呢 这个越来越多的妇女 都有了自己的工作 然后城市提供的 你一个人的这种生活服务 健身也好 餐厅也好 这种社会化服务都有了 所以提供了条件 所以这个这个独居的人口在上升 那么这个里边潜伏着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人是原本就是希望独居的吗 恐怕不是 是吧 是说我原本就希望过去没条件 现在你说有了条件 那不是说人社交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多巴胺吗 不是就很快乐 对是愉悦的 你比如像过去农业社会的 他可能就不见得是说 他天生就喜欢一个人住 他农业社会需要那个集体来生产 那当然其实请上非独居 假如讲回现代社会 我们当然都能讲出独居的许个好处 都知道 假如你有能力去独居 可是问题是说 是什么理由 让我们愿意放弃独居 而选择两个人在一起住了 我们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住 能够讲出许种坏处 互相会吵架 见太多会摩擦冲突等等 那可是有一种情况是说 无可取代 当我们说一起住 而我们不是说一起住个两个月 三个月两年 不是啊 是说建立一种关系 那种就是共同体的关系 在我看来说 你感觉你愿意 而且你希望跟这个人 在同一个空间下面 一起生活 所谓什么相依为命的感觉 我觉得说 这种感觉没办法 被其他独居的一百个好处来取代 你当然可以不要相依为命 可是这种很独特的感觉 我跟你近似 但是我现在开始反思 我们是不是有点out了 就是有点老了 我还是觉得 你要是说真的一辈子 真的一个人 就是真真正正的一个人 连个伴侣都没有 这种境况 我还是很难想象 就是咱们所说的独居 你能接受到什么孤独 我现在给你们做个测试 你们自己可以评价一下 国际上有这个表 你就发现 你都以为自个儿 我要爱孤独 对吧 实际上有的事 你不一定能接受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表 国际孤独等级表 你看 这谁靠 我 文道 你说说 一个人逛超市 你没问题 没问题 一个人去餐厅 大家都没问题 一个人喝咖啡 一个人看电影 很喜欢 一个人吃火锅呢 有啊 现在有那种小锅 喜欢吗 我可以啊 可以 你不用数了 我到第十几都行 我告诉你 我哪个不行啊 你也别吹牛 因为你根本不去唱K 我不唱K 我是到第十几都行 但是呢 这个 第六几 一个人去唱K 有问题 那我去干 那不是 你知道现在很多孤独唱K吗 对啊 你不知道吗 你没在机场见到吗 就是街头有那个亭子 不是 这个门一开进去 这个不能测 因为我根本就不爱唱K 我必须 我一个人 去包个房唱K 所以这是这个问题 再有一个呢 一个人去看海 哎呦 我好喜欢 对吧 然后呢 一个人去游乐园 哎呦 我也不太去游乐园 对啊 假如要去呢 不是游乐园 给你换一个书展 那当然 但是太好了 简直是 没问题 一个人搬家 可以啊 搬过啊 我也干过太多了 一个人做手术 可以 这个比较极端 我觉得也可以吧 可以 看做什么手术 一个人去 你看他有点障碍 没有 一个人去游乐园 我有过那个畅商 心理阴影 17岁嘛 反正家里那时候 刚好中学毕业 我们家里有个传统 谁中学毕业 可以出去旅行 家里给你钱去旅行 可是家里没钱啊 那没人陪我去啊 那当时刚好有个 没听清楚 什么叫你家的传统 谁17岁可以去旅行 不过又没钱 所以你还是去不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去的两个 是没人陪我去 那我只能一个人去 那刚好那时候 我父亲有个朋友 有一个去美国旅行的 一个票 便宜的 一个跟着旅行团的 那我父亲就给他买了 就给我去 那没人陪我去了 一个人去 那其中有一个地方 就去加州的 迪士尼乐园 在那边 Santa Anna 对 就在那边玩 我印象最深刻 同旅行团的人 都是两个三个四个 我就一个 然后玩那种什么 过山车 玩什么车 你尖叫恐惧 只有你自己 没人陪你 然后玩那些好玩的 想跟别人分享 这个好玩 怎么样 没人陪你 一个人 那种感觉 就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坚决 不可能一个人去游游乐园 连一个人旅行 我都尽量避开 但你说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特别 为什么 你那种是这群体中的孤独 你那是个旅行团 你旅行团里面 人家一家老小的 三三两两的 然后人家都搂在家 那你就一个人 那你这种孤独 而且去游乐园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 因为我现在经常是被迫 要去游乐园 我都不想去 带孩子 什么不是迪士尼海洋公园 我已经是烦死了 我经常看到一个现象 就在排队的时候 经常有女的 就是女孩子是一个人 你很明显看出 她是一个人来的 你怎么知道 我想说什么 你看到过 我不是看到过 我就觉得跟家辉呢 还是跟团的 说到底是吧 我觉得这还是有一种人性 就是有一种人 她有没有人享受一种 就是唯见忧人 独往来 飘渺孤红影 我记得多年之前 我认识一个台湾的女孩子 就喊文青 那个女孩子呢 沉默寡言 老不说话 总是背着个话夹子 就是看见什么就话 就话 我跟她坐在一起 她也没什么话 你知道吗 就是话 总算人找到个理由 不跟她说话 对啊 我在她对面 她就话 不管我说什么 她话 有时候笑笑 她就话 她有个女孩子很有意思 后来不知道 不知所踪了 我很少见到她 我很少见到她说话 然后呢 她再有一个行为 就是一个人去游乐园 但是呢 听她这么讲啊 我都觉得要流下泪来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她说她喜欢去那个就是淡季的这个就是没人去的游乐园 她就是你能你能想象到吗 根据我的描述 就这么一个女孩子 她一个人走在游乐园里 那个旋转木马 啊 她们尤其爱做旋转木马 啊 她做旋转木马 还有小飞线 然后就一个人就把这个默默的把所有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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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一遍 我不知道 你比如说在我这种人心里哈 我就觉得你是不是享受伤感 享受忧郁 其实我会这么想 但是我想也未必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女孩她内心 女孩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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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是真的是喜欢这样的 就她有 因为为什么呢 假如听你这么讲 她可能觉得自己将来要在创作上面要干些什么事 有一些人专门喜欢去破败的游乐园 她当时是在做记录 可是问题是呢 我觉得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还不是你说的台湾女文青 现在很多女孩子单独出门旅行 她一点都不孤独 为什么 她随时在打卡 随时在上网 随时在告诉大家 各位 我今天她可能还是个网红呢 我今天来到迪士尼 这个新的这个游戏 我刚才玩过 我给大家报告怎么样 你看 这是我刚才拍的照片 这是工作 忙死了 朋友圈就是她的舞台 对啊 对你知道吗 其实你刚才说 就那个女孩子不是一路会画画吗 一个人去旅行的人 其实她一定会有一个非人的伴侣 什么意思呢 就是她画画就是她的伴侣 因为我自己有这个体会 我也经常 以前 曾经自由的时候 会我一个人去旅行 我的伴侣就是一台相机 我觉得那时候 你一点都不孤独 你就自己跟自己玩嘛 而且听说江湖说 就是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 把你老公勾回来了嘛 吓死我了 坐飞机江湖传说 坐飞机 我听的是另一个版本 这头等舱在旁边 吓死我了 完全没有 好像是 好像是 是不是 你在飞机上 我们是在坐飞机碰到事的 那个更不是我一个人旅行 他就坐在你旁边 那是工作 那你们怎么就开始聊起来了 我们突然发现 在看同一个片 就是不是看电影嘛 在看同一个片 后来醒过来 我就问他 醒过来啊 还睡着了 不是 上飞机已经是午夜了嘛 然后我就问 那个片其实结局是什么 好像是那样 我也不记得 哎呀 我们也不同版了 我还以为醒来才开始聊天 这个感觉很有意思 黄肉格式 就是说你那个时候 远远想不到 最后他是你的夫君 嗯 对啊 缘分 缘分嘛 不过这个是好糟 像下回坐飞机 看隔壁看什么片 赶紧也挑了个片 结局是什么 我记得可能 还有个可能是 他有一张报纸 在看星座 我在问他你什么星座 你这太明明了 过程都不记得 我知道的那个更神奇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飞机上啊 就是就是就是怎么说呢 在飞机上碰见了未来的岳父 嗯 哦 女的那个 不是老公的爹是女的什么 公公 公公 不叫岳父 怎么叫碰了未来的 就是这美女的 对对 这美女坐飞机啊 旁边坐一个这个老人家 就跟这个老人家聊起来 后来呢 就等于是这个老人家 又把自己的儿子推销给他 哦 最后成就了好事 所以说他是属于先碰见公公 这个飞机上的奇缘 这种家庭问题就不大了 跟公公 对 你看他跟公公聊得很好 可是我觉得比不上他那个浪漫 两个人看完片 最新的 照节约 可是别忘记啊 你们刚说的各种情况 都是想象那个人 一个人去旅行的 是一个年轻的女生 对不对 被人一个画架 拿着照相机 这个那个 那生命会走下去嘛 你17岁 23岁 25岁 28岁 可能很enjoy 很享受 一个人被一个画架 什么去旅行 去吃饭 你走下去了 38了 48了 你能够想象一个大妈 坐在游乐场 坐在木马那边 坐在那边 拿着一根玉米 在啃 浪漫吗 她不痛苦吗 你在说我吗 不可能 然后一个大叔 自由是不会变老 因为你 越老自由越珍贵 所以还年轻 我记得 当然 因为生命会走下去 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需要 心理需要 身体需要 我记得 我稍稍年轻的时候 三十多岁 有一次在铜锣玩 一个人 我太太不在 我一个人去吃晚餐 走过一个地方 那种吃削辣店 香港 广东削辣店 我坐下来 我很喜欢吃蛇 蛇羹 广东人 坐下来 一个蛇羹 一个削辣 然后突然坐一个人 过来 一个 我当时看是老头了 其实可能我现在 比他还老 他五十来岁 坐在那边 一个人点了一碗叉烧饭 一盆青菜 就这样吃 一个人也孤独地吃 我当时又觉得 好难过 我就发誓 我老了 绝对不能 沦落到这个地步 我跟你完全相反 晚上一个人去吃 我跟你完全相反 我不是爱吃吗 有人叫我叫美食家 什么 其实也不算 但是我敢说 如果我算是美食家 我就是孤独的美食家 我的美食家养成之路 是一个人拼出来的 你知道我在 刚刚念研究生的时候 大学都在当助教 我几乎全部薪水 都拿去吃 我很爱一个人去吃 非常舍得 然后我很舍得吃 那一个人吃 吃中菜很麻烦 对呀 所以为什么 我对西餐比较熟 所以你知道 现在适应这个需要 这个先是在外国 现在中国也有了 叫一个人的餐厅 对 就是给一个人 就是给我们这种 然后我那时候去把香港的 那时候还普普通通的什么 日本餐厅 都几乎吃了个片 然后我打工 所有的钱拿去吃 要不就买书 然后我宁愿走路回家 一个多钟头 但是要吃 吃好的 然后就到处吃 然后呢 我常常一个人吃饭 哪些餐厅的人都认得 一开始呢 他们对我有误解 对我特别好 觉得这也是个 不晓得什么 密探食品家 就我那时候发现啊 你要让这个餐厅 对你伺候好 有个秘诀 现在不一定零啊 那个年代 一个人吃饭 吃着吃着 拿本子出来 寄点什么东西 保证这个餐厅 好酒好菜 都上来了 也是那个米其林的 那种侦探 就那种 然后后来呢 我发现啊 就是我有时候 真的想吃中菜啊 不方便 但是有一个地方 能够解决这种需要 就庙街 庙街有几档 它是拼大圆桌 然后叫小菜 我太记得了 那二十多年前 三十年前 一碟小菜 几块港币 一个真的泥丘 它没有什么针鱼嘛 针鱼多贵 对不对 这条泥丘 就十块钱还多少 然后就拼桌 十几个人 除了我是个年轻人之外 全都是你说的 那种孤独老头 可是呢 我觉得大家很有乐趣 就每个人呢 叫我们香港人 不喝二锅头啊 叫这个 烧酒 双蒸 双蒸 摆在桌上 然后喝着喝着 大家就喝开了 就开始聊起来 那我那时候还喜欢 去一家在旺角的 一个书店楼下 书看完了 下去一个人 吃这个牛渣面 然后叫这个牛百叶 黑的而且要 然后就是一瓶 麻针 我就像 我十几岁就像 孤独老头 那么来吃喝 然后全部人都认识 我并不觉得 他们很悲惨 我觉得大家很快乐 我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男孩 跟我告白 就说 以后不让你一个人 吃饭 我想妈呀 我就喜欢一个人 吃饭 拍到马蹄的上去 没想到眼前 是这么一个 灭绝失败 侵犯我的自由 就是你说的那种 感觉 我觉得就是挺能理解的 但是好像中餐 确实是 它因为分量特别大 你一个人去点菜 一定不太好点 所以我要去那种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呢 为什么 它全都是这种 孤独观光老人去的 庙街你想想 什么地方 你没想过 那种平民地带 它有那种 所谓平民夜总会 你没有去过那种地方 庙街有些门口啊 比如说 听到音乐声很响 然后里面呢 就是有人在唱歌啊 什么 你推门进去看 全都是单身的 就阿叔阿伯那种 在那边唱啊 或者听那个小姐在唱 那个小姐也都是大妈了 从小姐唱成大妈了 然后在鼓掌啊 怎么样 就那种调调 整条街都是给单身男人的 他不一定单身了 他可能有老婆在家 一个人 他单身出来玩的 个人行动 所以说就是 寻求个人自由的冲动 就是你们刚才讲的 是说 这个享受孤独 舒本华的结论是 这个财思卓越之事 对吧 往往都是偏好孤独 孤独对他们来说 是简直是生活的必须 我倒给他可以找到一个例子 就是爱因斯坦 你看这个爱因斯坦啊 他老婆呢 也是嫌妻良母 但是你必须接受 爱因斯坦的一个毛病 或者说他一个习惯 这都会不见几天 即便在家里啊 他需要家庭生活 他都能正常的家庭生活 但是呢 他会 他太太你必须适应他 就是他必须每天 首先每天有很长一段时间啊 他在一个屋里 他独自思索 而且有的时候呢 他出去一个星期 到瑞士啊 还是到哪 他一个人在一个船上 就划着那个小船 他大概考虑这些物理学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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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就是包括他的太太 按说夫妻感情 也即便很好啊 也很觉得就是说 爱因斯坦这个人啊 就是他有这个凡人生活 我们夫妻生活的这一部分 但是我也总觉得他有一个部分 就是特别毒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舒本华说的那种 你让这种人 天天跟这个 这个 这个 所谓平凡的社交生活啊 那对他来讲 有时候对他的 对他的性灵 是一种伤害 没有 平凡不平凡 是一个考虑 另外是什么 幸福感 你要不要那种幸福感 幸福感有时候对你伤害的 比方说你们见过了帕穆克 帕穆克 他那时候跟他前妻嘛 因为他离婚了 男女朋友的时候 他前妻 这是他当时女朋友 不晓得结婚了没 在美国读博士 他跟着去 后来他说什么 他们住在一起 好像过着上夫妻生活 这样的情况 他说他是几乎是他生活里面 创作生活里面 最痛苦的一段时间 为什么 不是不快乐 是最太快乐 太幸福了 太高兴的说 什么也写不出来 对 他说他是这样描述的 他说他幸福的这种爱情 婚姻生活 完全妨碍了我的创作灵感 那最后他的应对是怎么样 就那个在家附近 那个那个 那是后来 他刚没有钱 去找一个写作师 他怎么样 每天早上 还是穿好衣服出门 出门干什么 走 走 15分钟的路 然后再捞回来 再走 走回来 他那种自己感觉 他不是生活跟写作 都在同一个空间 其实是同一个空间 可是他走了 这样半个钟头 他就自我安慰 自我催眠 好像环境变了 环境变了 好像环境变了 好像去了上班 去了工作室来写作 所以有时候太幸福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她是个作家 她有平台 可以去说她的感受 那她老婆 有没有平台 说她的感受 我没注意她 因为对啊 你像那个 沃尔夫很多年以前 就说女人要有一间 自己的房子 对吧 就你自己的房间 有时候我觉得 有一个问题 我到现在 还是有些困惑的 就是其实你分不分得清 什么是寂寞 什么是自由 就有时候你觉得 你想要一个人陪伴 你觉得你是 你失去的 你想消灭掉的 那个东西是寂寞 结果你失去的是自由 其实它是在一起 我跟你们这个 大胆地披露一个丑闻 不是我的吗 不叫丑闻 但是就是我提供一个标本 你们可以帮我分析 我知道这个 孤独和寂寞这个词 但你信不信 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可能有病 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空虚 所以呢 我老把自己填满 我忙 就是鲁玉问我 你在家干什么 我说我忙 我忙得不得了啊 我就 我可以两个星期 不下楼 但是我可不是空 我没觉得孤独啊 我每天的事情啊 你看每天很烦的 就你早上起来 还得吃早餐 对吧 然后呢 你吃早餐 你一会儿要看看这个画 一会儿要得看看那个书 还有那么多集的 那个英剧 美剧 中国电视剧 都储存的 看不完 还得准备圆桌派 然后每天必须要走一个小时跑步机 就这个 你知道吗 我可真是 还得洗澡啊 没错 还得洗澡 还得喘气呢 还得喘气 就是 我就是 以至于 独居会有问题的 独居会有一个什么问题 我跟你讲 有意思 我要是 我可以一个月就不见人 但是不见人 有时候会到什么呢 比如说 我到隔壁的好朋友家去串门 来来来来 来家里几个朋友 来来来吧 这个 我出门的时候啊 会有这种脸红心跳的感觉 对吧 虽然就是去朋友邻居家 但是因为太长时间没出去 又想着那儿还有几个朋友嘛 要见人了 你知道吗 会有点小兴奋 好久没有闻见人味 那闻到你说 我这个是什么病例 这不叫病吧 但是你看 周围人 很多很多的人都在讲 孤独啊 寂寞啊 好像是 不是 我们讲那个孤独 还不是说一个人觉得闷啊 没事 或者觉得自己 没有办这种孤独感 孤独感不一定是 孤独感有时候是什么 是明显意识到 自己是一个人的状态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小时候 第一次体会到孤独 恰恰不是因为自己是一个人 是因为在人海之中 我骑着车 在 有一天放完假 回学校的路上 骑着车 看到身边很多车 很多人 经过了一些同学 忽然之间 我好像意识离开了 身体在后脑勺 看见自己 我其实跟这些人 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就是一个人 你看见了我 对 我看见了我自己 那一刻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这个很多城市青年 有共鸣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他们的一个定义 就是叫 说我为什么老觉得寂寞呢 寂寞就是啊 周围全是人 甚至周围全是熟人 是同学 是朋友 可是我仍然觉得很寂寞 我仍然觉得 我是自己一个人 这叫孤独和寂寞 这其中一个 他们的定义 那个泰格尔的诗嘛 他说什么 那个怎么说的 走上街头 意思说这个 就是人潮人海 但没有爱着 没有什么 没有爱着 就是街上全是人吧 就那个感觉 但没有爱着 他是这样来形容 那就是共通的嘛 中国老话不是说嘛 相师们天下 知子无一人嘛 知交又接人 对啊 你都会面对这种情况 但是问题是我 并不觉得那是一个那种 觉得没有人了解啊 没有人知心啊 而是你只是意识到自己是 是一个个体性